一团巨大火球照亮深夜 伊朗反政府示威活动越烧越烈 抗议民众当街纵火烧车 当局展开镇压 施放催泪瓦斯 人权组织表示抗议至今 已经酿成至少76人死亡 担心抗议没完没了 伊朗急忙切断800多万会用户的网络 也关闭社群媒体 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跳出来说 要把低轨卫星Starlink通讯服务 搬到伊朗维持网络畅通 越来越多示威者遭警察射杀 民众怒火越烧越旺 海外的伊朗民众也持续声援 示威者拿着棍棒跟警察爆发推挤拉扯 一名男子还爬上建筑园顶挥舞伊朗国旗 伦敦街头也不得安宁 针对伊波波抗议 伊朗持续指控是美国在背后 扇风点货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